各位網友,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希 我們希快 晨早新聞報寸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我們的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1月3號,星期二 今天有點多雲 早上有一兩陣微雨 天氣清涼 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約19度 春和煥的北至東北風 利岸風勢間中清淨 今天最高自有線指數大概5強 到屬於中等 是 昨天有個114歲的人 在家裡離世 說他家裡堆滿雜物 114歲 你聽過沒有? 原來全世界最老的人 在建歷史世界紀錄 你知不知道他在哪裡? 在香港 117歲 挺誇張的 另外有一個炮台山的男人 被人圍斬 手指接近斬斷 全身中刀 真是動感之刀 新義安和和姓和 因為其中有一邊有女兒被人刮了一巴 多人互斬 真是紅顏祸水 另外看到車禍奇蹟 之前在上水還是屯門 屯門元朗那邊有個14歲的 讀書也挺厲害的 叫圍仔 被車撞到散了 他奇蹟康復 是奇蹟很快地康復 因為醫生說沒那麼快 但他已經回家了 真的有很多新聞跟大家說 詳細新聞內容 本港確診數字低了 2萬230宗 死亡人數方面 真是未如理想 74名患者離世 當中有12名死者已打4針 年齡介乎46至104歲 40男34女 以前聽到46的一定是詳細報道 是甚麼人 是不是長期病患 現在沒有報道 聽不到 沒有這些消息 我看最詳細的報紙 確診數字也沒有 幸好本地個案竟然減到19863宗 輸入也低過 因為之前破了1,000 連續兩天低於1,000 只有360多 在這群死者當中 有12名死者已打4針 34人已打3針 第五波累計死亡人數 達到11,730人 另外 因為確診數字很高 很多人就去醫院 怕有事 急症室大排長龍 有些甚至要等到12個小時 簡直是離譜 12個小時你死了 如果這樣急症室 即不是急症 心臟病的病人 要等了超過半天才可以上訪 很嚴重 很嚴重 醫管局速病情輕的 你去看私家醫生 但是人們省錢 沒有錢 很窮 經濟的問題 封關 令經濟各樣 總之經濟很差 你看youtube現在的經濟很差 香港人的廣告 可以慢慢看到整個經濟 醫食住行魚 最後死是娛樂 但是娛樂已經跌到 我可以告訴你 我12月的youtube派出來的錢 比之前只有三分之二 甚至現在也是很差 整個經濟很差 那些人沒有錢 怎麼看私家 應該不捨得花 唉真是很麻煩 你說流行 去到的時候 私家醫院說你重就大了 所以這個疼冷呱呱呱呱 政府指 撲熱色痛 藥物充裕 考慮向基層缺藥地區的居民派藥 考慮了 看看什麼時候有新的資料 另外收基灣街坊 免費贈撲熱色藥物 每人限取三排三十粒 先到先得 好東西 有人在收基灣的網上發文 宣佈免費贈藥 送給你 派給基層人士 相當好 也是的 如果你說 不要說什麼 說真的 你傷風感冒 就說什麼 睡覺而已 你真的牙痛 沒有披露 你死定了 可以很嚴重的 這些都是 唉 慢慢來吧 我也希望經濟會復甦 看到了 兩萬七千人跨境學生 延至二月回來香港上課 正在領取在學證明 扮證件 一月八日開關 還有五天到數 然後中港一融合 經濟就起飛了 起不起飛了 那些房子就上升了 是不是 內地的人真的這麼富有呢 就算 少部份人有錢 我想有錢的都會懂得選擇物業 會不會下來香港買樓 這些就再研究了 這個膠袋 剛剛說要收一元 我們看到市面很多人用一些古惑招 譬如 他要膠袋 你包了 水果沒有膠袋 他竟然自行 去拆爛一些膠袋 然後拿一個膠袋 那就是雙重破壞了 本身的包裝已經是給你拿回家 他不要 弄壞它 先毀一個膠袋 然後再拿一個膠袋 兩膠袋 業力極重 破壞地球 你想過香港 遲些像曼谷一樣 成一股味 就算在室內也聞到臭味 放心 二十年後 泰國曼谷就住不了人了 如果香港繼續這樣下去 很快就變成臭港 你可以大風吹近海 沒那麼嚴重 但是香港也有其他的問題 這個已經很嚴重 所以你們就不要破壞規矩 否則受到你的子子酸酸 甚至在你的頭胎上 即是你降下了泥土 上來的時候 你不能休息一口新鮮空氣 為什麼我要生在這個地獄 你自己說為什麼 之前撕了膠袋 別人做一些環保的事情你不做 另外 有些父母也教得不好 看到女兒已經很大了 走去上大唐紅葉 大唐紅葉 她就爬上樹枝上 不停搖 拍什麼呢 拍一些楓葉 慢慢地跌下來的畫面 父母不教 這個就大罪了 被人罵爆 看到一些片 在1月1日就拍出來 去大唐看楓葉 接著女兒就爬上樹 然後嘔啊嘔啊嘔啊 好像猴子一樣 父母不管了 繼續拍照 你要這些片 你上網找不就行 必須要你自己拍 你現在是黃家衛嗎 叫女兒上去搖樹 然後這樣 還是女兒自把自為上搖 你做父母也要教 有爺生沒有老母教 怎麼可以 老母不叫停 還叫她看鏡頭 成家人是破壞生態的 這些最高可以罰款2000元和監禁三個月 這個女兒上網的影片露出了真樣 口罩也沒有戴 那麼警方是不是會做事 報紙已經是把她插出來 看看警方會不會把這些違法者定罪 做人不要做一些破壞生態的事 不然後果自負 另外新聞極多 先說一宗114歲的人睡 聽過沒有? 有沒有認識這麼高年齡的人類? 我認識最老的就是100歲 100歲也很厲害 114歲簡直是誇張 竟然住在葵方村 不過剛剛離開了 因為她家裡堆滿雜物 街坊說幾年都不見她出街了 老人家真的不要亂出街 滑一滑腳 弄傷跌傷就散了 其實那些長壽之道 我見很多都是在屋附近活動 不過當然香港沒有什麼環境給你 我看外國那些有花園有成 經常坐在一個位置舒舒服服就好 其實她也很厲害 114歲 她生於晚清末年 哇!晚清宣 宣統元年 這個姓陳的 難怪陳第一大姓 又長命 又生德 好了 說到昨天 家裡昏迷 宋苑不治 享年114歲 哇!這些笑桑 簡直是笑大了 114歲 陳婆婆 那裡住的地方原來大門是虛染的 裡面堆滿雜物 有手推車 有多箱雜物 但是沒有人應援的 有街坊透露陳婆婆和外孫住的 平日隔著鐵閘和外婆打招呼 外婆很喜歡 回應你 又寒圈幾句 平日有個女兒和孫子 買東西回來給她吃 不要以為女兒和孫子很年輕 114歲的 婆婆在晚清末年出生 那時候很早婚 20歲已經算是遲了 生個嬰兒出來 你以為女兒已經90多了 那孫子你再減20年左右 那就差幾歲了 那些女兒和孫子應該都是很老 很大年紀 有些鄰居經常送東西給她吃 我看到她是老人家 那些香港人都很老 那屋內人多 是吃別人的送頭送尾 家人通常都是吃別人送的 婆婆請你吃東西吧 那樣來果福 近三四年沒有見過她出街 應該的 因為有什麼事失路也不知道有什麼事 那她很難說 老人家說行行行 你不知道她行不行 是啊 說她的女兒也90歲了 很厲害 其實她的女兒 婆婆的女兒 說她離開後 其實也覺得 很黯然 大家的屋子其實不是自理得很好 很多雜物堆放著 她說三四年前也會看到 婆婆也被女兒推著輪椅下街 近年很少見她下街 可能女兒也90歲 也很少下街 她的資料是1909年出生 即是晚清 孫統元年 享受114歲 事件是沒有可疑的 有什麼可疑 百多歲 大家祝福她 這些是很難得的 真的 恭喜你人生畢業 另外 厲害了 昨天那宗戒頸案 兩夫妻究竟誰砍誰 阿sir也不相信 要先查一查 你說而已 馬鞍山戒頸案 夫婦人緣很好 原來 這對夫妻的老公 聲稱老婆 砍她 砍完頸後 自己把自己的頸睡著 究竟是什麼事 兩夫妻人緣 極佳經常去朋友聚會 鄰居知道這些悲劇發生 情緒是低落的 案發前 看到朋友帶食物去探訪 究竟是什麼事 為什麼玩到砍老公 還是老公砍老婆 我都不知道 那些鄰居覺得很奇怪 一對這麼好的夫妻 這麼多朋友 又會兩夫妻 都不知道誰砍誰 阿sir也說要先查一查 所以說不到給你聽 另外 香港真的是動感之刀 一把刀一刀 多處砍人 我新年回來報砍人新聞都沒停過 炮台山男子遇襲全身多處 刀上手指幾乎砍掉 在炮台山 另外還有一宗兩邊互砍 黑社會是沾沙咀 真是你香港的治安 東區發生傷人案 凌晨3點 一個50歲的男人 在電氣道160號住宅大廈外面 有兩個男人握著牛肉刀 不斷砍他 全身中刀 他以手擋 左手手指尾幾乎砍掉 皮肉相連 兩名刀手隨後 跑去墨年街 逃步離去 那個男人手腳額頭 身上多處中刀 大量出血 竟然清醒 多名圖人見狀 代為報警 救護員 趕至現場 為其急救 再送去東區柔德醫院 治理 他老婆又陪同在職 追緝刀手下落 傷者勝賽 54歲 凌晨3點03分 在那裡中刀 未有人被捕 多處受傷 清醒 真恐怖 嚇死人 另外香港右斬人 天眼拍到兩大黑幫公然持刀開片 由夜場斬到海七涵盜南 嘩 真是 追斬 黑幫公然在尖沙咀街頭 互相大廝殺 在2號 上載兩段閉路電視的片段 看到 在元旦日早上6點47分 晨早流流 在尖沙咀一間夜場 有舞池有DJ打碟 片中看到一批黑幫分別拿著旅球軍 開山刀圍著黑衣男人 吵吵吵 其中有兩個穿灰色衣服 而且是看場的 叫他們冷靜點 看場見人少就惡 人多大家冷靜點 我也看過這些情況 黑衣男人初期以一滴中 一個頂住這麼多個 好像有手指吵 誰知後來黑衣男人開始有人向他動手了 先後向他打了兩棍 其中一棍打中他的頭 隨後他的手摸著右耳 看看自己有沒有傷勢 先掩著 然後慢慢不敢吵 慢慢向後退 他一開始就吵了 手指指問人誰誰誰誰誰 有一中軍兩軍 然後向後退 然後另一名黑衣服馬上加入 成功勸退 哇厲害 這個看場應該有些了道 但是竟然拿一些刀出來 就兇了 期間有女子大叫 砍人啊 拿到護砍啊 在那個位置追出去 去到七藍道 砍到金融中心對開街頭左敦方向 哇 那個六三藍率先秒退 黑衣男隨後跟上一名身形高大 拿著開山刀扎馬尾的男人又入鏡了 重呀追呀 黑衣男互相持刀對峙 怎樣 砍我 黑衣男氣勢明顯不及扎馬尾的人 對方再來又有追兵 寡不敵宗又走 整件事變成追逐戰 是不是 真是恐怖了 香港真是動感之刀 怎麼搞啊 阿Sir 很害怕啊 做市民 你不如呼籲別人出街 你不如搞定你的罪案 如果兩件事都不是說出街 狂歡 地鐵開通宵 這樣怎麼行 街上看到這些事 是不是 因為不是第一宗 早前已經發生多宗黑幫街頭斬人事件 近期發生尖沙咀 兩名有新義安和十四K背景 然後又斬又等等 這些要打擊一下 以前不是有辦法商量嗎 又說掃人的牆嗎 掃牆已經搞不定了 怎麼辦 這些要跟進一下保安局 真的 回來講新聞 講幾天都是這些事 嚇死人 先說一些好事 十四歲為仔 撞車前 媽媽哭到 真是淒涼 兒子撞到散了 腦袋又要引流管 又怎樣盆骨又壞裂 看他看電視 走得回動 動著拐掌 真是奇蹟 多人集氣成功 他竟然很快的奇蹟 康復 還要很快的康復 他擔心會影響到學業 但是保持樂觀 身體健康 希望相親開心幸福 祝願新一年 是這樣的 特別感謝父母 媽媽很頻迫 也感謝圖人報警 救回他一命 東張西望 如果是哪個圖人報警 你可以去聯絡東張西望 但我想很多人都不需要 有時候做了些善事 不需要告訴別人 自己做了 這個圍仔 叫彭利維 車禍中多處地方受傷 接受過多次手術 頭髮也是鏟光 身體有兩口鋼釘和鋼片 部分需要最快半年才能拔出來 現在他右邊的盆骨位置也感到疼痛 高瘦的身體裡面 就說他很有鬥志 動著拐掌 不要緊的 總之人慢慢康復 爸爸媽媽都安定下來 這些天氣 希望你留在這裏 想你繼續 你有讀書讀得好 繼續可以服務眾生 加油啊 年輕人 收拾一條命很重要 另外再說一說 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份報紙特別說 全香港的老鼠很嚴重 這麼冷 天氣都有老鼠 在香港的鼠患真的很嚴重 在觀塘安達神道 因為你經常去地盤各樣 其實一幢大廈要拆了一層樓 當然有多老鼠 地底一定有多老鼠 大興土木 那些老鼠不是天氣冷的關係 那些地盤各樣 那些老鼠周圍走 對 搞到安達村爆發鼠患 反映有老鼠夜晚 直接滑入屋 所以我很害怕 大家提醒你一件事 你出去扔垃圾 不要不關門 是啊 我真的聽過很多次 有人被人走的老鼠入屋 然後捉不出來 是啊 你出去 說不要關門 然後扔垃圾 打開垃圾房 垃圾房 沖了老鼠進來 然後打開了門 就你家裡 這樣 然後好幾年都走不出來 生成鬥 你就死了 鼠灣嚴重 泉灣也嚴重 深水埗也是很恐怖 這個就是 連冬天也這麼嚴重 真的非常嚴重 另外又說一說 一個漁船 在珠江口 廟灣島附近起火 13名船員安全獲救 廣東省一個漁船 你知道天寒地凍 火災不知跳到哪裏 跳到水就凍死 在上面就燒死 幸好沒有事 人沒有事就行了 有驚無險 另外又看看 太多新聞了 三個男人 不是 是男人 是男人在三個警察面前 都是三個男人 三個男警 男子在三個警察面前 公然衝紅燈過馬路 讓阿sir看到 走回頭 那些人說 你走過來一次 罰一次 在中間走回頭 是不是罰兩次 是不是算衝了兩次 他敢死 他過了馬路 看到阿sir走回頭 已經過了 這樣嗎 阿sir有沒有理會他 但是車鏡拍到 犯法 動機也成立 其實有些網民說 看執法者心情 做不做就看他 我那時候快要打風 很過癮 在收基灣過馬路 沒有車 看到沒有車 看不到有警察 那天真的沒有車 阿sir說 過來 紅燈過馬路 打風 打風 打風想早點回家 怕被風吹上天 摔死你 我這樣說 不要這樣說 阿sir 我那時候是年輕人 說 你們的工作也挺有意義 我看你們剛才扶婆婆過馬路 都辛苦了 他一邊說 打風也不用 然後就在稱讚他 然後說 走走走走 後面那幾個好像被罰了 有時候跟警察溝通 多點禮貌 阿sir看你做不做 但維麗過馬路是不對的 任何人沒有合理辯解 而違反條文規定 可以罰款二千元 可能就說 打風趕著回家 這便是合理辯解 不知道行不行 真的剛巧 年輕人的時候 剛巧阿sir放過我 可能又要說說其他事情 另外 看到車椅子直擊 的士設線 撞電單車 呂騎士連車 飛了十多米 所以說 有緣聽到我 經常說 不要開電單車 有緣聽到有緣不開 你可能都避得過 這個小女孩很小 23歲 駕駛電單車 手腳受傷 女生駛電單車 很難 因為馬力 有時候保持著車 這些不是性別歧視 是真的關心你們 我自己也覺得 他起圍那天很大力 真的 他被的士炒到 飛了十多米 向前滾滾滾滾滾滾滾 那些人沒事 送了醫院治理 手腳受傷 那你就很幸運 我有些朋友跌一次 就懂得害怕 就懂得不開 但是看你好不幸 不是有機會跌一次還可以開 你看你好不幸 有些真的是雙螺絲 各樣 另外 香港開車很危險 因為私家車竟然逆線到屯門公路 撞貨車 很恐怖 單程 逆線 無端端 跟你形頭撞 你死不死 無端端 真的很恐怖 有些人說 你猜現在是打機 你猜現在 是的 香港說逆線行車 五天內都說了兩小時 所以也很恐怖 另外 將軍澳 外賣男 被的士撞 撞到玻璃就碎了 頭部重創 昏迷送丸 他是那些 food partner 去送外賣 賺到錢 晚上九點還送外賣 可惡 被的士撞到昏迷 事件向Food Panda查詢 你員工敢敢敢 有什麼要說 唉 真的 生意難做 賺食艱難 大家都辛苦了 另外看看Shin 六合彩 六合彩 今天晚上是不是 今天晚上 1月3日 今天晚上 六千萬金多寶 我一回來買了 三十五元 七個字 五元住 八千萬 頭掌高達 五元住也有四千萬 中了給我休息 真的沒有休息 我也想休息 你看看 紅仔頭又要休息 馬田又要休息 是時候了 當然要有錢才可以休息 沒有錢怎麼休息 人家說 怎麼這麼勤勵 窮 好了 歷屆 三期沒有人中頭獎 金多寶 歷屆 九個新年 金多寶 三次投開最多 二十次 聽住 三十二、三十六、三十九 割開三次 今季三次 金多寶 還中 四十二 四和十二 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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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開過兩次 不過你 亂買 亂買 可以 中一個也沒用 亂買 是你是你的 另外 深水埗 私家車撞椅子 炒到反了 然後著火也敢死 是你是你的 不過司機沒事 凌晨十二點 剛剛剛剛 一架私家車沿著長西環道 深水埗方向行駛 去到大暴渡之際 炒上等 然後翻側 無煙起火 幸好有個 司機六十四歲 擦傷手腳而已 途人協助下 爬出車廂 避過一劫 沒有燒到爆炸 不過叫著火也嚇死了 真是恐怖 你著火你未必可以逃脫 你這些叫做 新年有些混仔 好 另外 咦 還有抓那些 無牌酒吧 抓了90人 不過沒有那些599G 罰輕很多 現在 有些無牌酒吧 非法賭檔 那些 抓了51個本地男子 他因為 警方在秀茂坪牛頭角 觀塘多個地區 賭獲三間麻雀賭檔 無牌酒吧 兩個 很多人被拘捕 那就私鬥吧 我們也不要去這些地方 要不然被抓 現在去便宜一點 以前去便宜一點 五千塊 哪有五千塊給你罰 另外 有些人自己被人欺騙 很可憐 集團式 藝務虛擬 投資平台 騙投資者二千萬 五十歲的女孩 在IG上認識的朋友 沒有了一千五百萬 這些真是騙徒喜順 在IG釣魚釣到一千五萬 當中一千萬 是借回來被人欺騙的 你死不死 我認識了一個男朋友 那個女人五十歲 原來 最大金額在IG 認識了一個男朋友 五十歲女子 三個月被人欺騙了一千五百萬 當中有一千萬是借回來被人欺騙的 警方有做到事 這方面有些人被人欺騙的 但也要提醒大家 被人欺騙的時候 被人欺騙了 你們最好自己小心點 今天說的新聞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新年醒醒目目 下次記得聽我的影片 十二點左右 再有新片出 今天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